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自己曾经试图向蓝营找人 但是对方都很为难 只好做吧 台行政机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名单出炉 委员从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 名代参选人李燕荣等律师之外 还有会计师 以及台行政机构所谓卧草专案的前经理林哲伟等人 其中台湾政治大学台史研究所所长李福中 所谓党产归零联盟执行长罗成宗 曾是民进党青年部副主任的律师袁秀慧 让国民党质疑名单有明显色彩 其实我也试图 我坦白说我也试图找过蓝营的人士 他们似乎都很为难 既不能是立委也不能是议员 又不能是这个党职的 所以最后就专业考量了 谁叫蓝的不想来 顾立雄喊冤 强调不是自己执照率的 未来查党产没有范围 更没有时间表 但是建议国民党先瘦身省点钱 未来如果真的党团被讨光了 那我们能够重新争取到更多民众的认同 首先我们自己本身的改革必须要先做好 党团只负责条例 不是不负责将来的签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想 主席自有妙计 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步步进逼 怎么在夹缝中求生存 国民党还在等待明灯指引下一步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当局上任以后 连续发生了雄三飞弹误射 南海仲裁案与辽宁陆克团火烧车事件 除了实际上关系激动以外 也让大陆游客赴台人数大幅缩水 24号 经传专门接待陆克团的台湾创世纪旅行社 无预警的倒闭了 成为首家受陆克减少冲击而倒闭的旅行社 这也被认为是台湾观光业倒塌的第一张骨牌 大门深锁办公室黑漆漆一片 专门接待大陆游客团的创世纪旅行社 日前因为跳票200多万新台币 遭台观光部门暂停业务 公司也宣布协业 曾在创世纪带过团的导游透露 业者都是接团半年后才付薪水 而目前还在帮创世纪接团的导游 据了解有40多位 有人就抱怨被欠薪40多万新台币 南部餐厅有业者5月份以来就没有收到货款 台观光局工作人员表示 创世纪目前还有8个大陆游客团在台湾旅游 7个江苏团 一个吉林团 分别由市城和卓越两家旅行社接手 9月份还会有11团陆客需要接待 目前在台湾的陆客团一切状态正常 不会出现滞留台湾的情况 不过他也坦诚 根据统计 8月份大陆游客团减少将近5成 对专门接待陆客团体的旅行社来说 的确造成冲击 在陆客如果说在一个大幅的团体 大幅衰减三四成的情况之下 那他会联动到的这些 中南部汉风景区的这些 餐厅旅馆游览车司机导游 旅行社相关业者 那这个业者的牵动到的 整个就业人口上达百万 李奇岳说 陆客来台整体市场萎缩严重 受政治因素与火烧车影响双重打击 最近可以发现送件人数腰斩 以团客数萎缩最快 自由行旅客没有少那么多 但是团客影响层面 涉及旅行社 游览车 旅馆 餐厅 购物店 导游 司机等面向 尤其在火烧车后一个月 造成陆客退团或停止购买行为 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政治氛围没有解套 今年底的前景无法乐观 据了解 创世纪属于中型旅行社 台湾旅行工会担心 接下来要是有大型旅行社也倒闭 影响层面更广 根据台湾观光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有400家旅行社 有接待大陆游客的资格 真正接团的大约100家 不过上半年只有90万团客 跟前一年相比少了30% 最先受影响的就是普通话导游 因为接团量太少 有的转考其他语言导游 或经营副业另找出路 就是怕万一出现旅行社倒闭潮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24号上海市长代表沙海林一行 在结束了2016舞台双城论坛以后 前往新北市参访 深入了解新北市政建设情况 并在五间与新北市长朱立伦参许 24号早上 新北市双联安养中心特别热闹 因为上海市长代表沙海林一行 来到这里参访 双联安养中心是一所具有多功能 多元化多层级 连续性的长期照顾服务机构 沙海林市长代表来到这里 认真地聆听院方的介绍 并和住在这里的长辈亲切交谈 今天到这里 是我最最感动 最感动的一次 最激动的一次 怎么样让我们这些老年老年人 能够生活的 这个一个是要健康 一个是愉快 还有个是要有尊严 那么再有一个我觉得还要让我们老一辈 我们的长辈 要能够对我们下一辈要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事业做好 此次沙海林一行来到新北市参访 就是来学习双联养老经验 并和新北市政府缔结了 新北市双联安养中心 上海月薪健康长照项目 交流合作备忘录 以加强两个城市养老事业的沟通和联系 离开双联安养中心后 沙海林一行又参观了全台首创社区议题 具备休憩中心与碳中和乐园的 新北市巴黎垃圾焚化场 沙海林称赞巴黎焚化场 解决了技术 效能 环境问题 临币效应和引导民众处理垃圾五大问题 之后沙海林一行与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参训 沙海林将与朱立伦的会面形容为老朋友相聚 我们是老朋友 这一次也是老朋友相聚 我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两个城市携起手来互相学习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朱立伦在参序后表示 新北和上海有很多交流 期间就上海代表团的参访行程交换了意见 未来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交流 不管是对于经贸的交流 或者是文化的交流 或者是一些社府机构的参访 或者是一些各项市政的议题 包括我们连治安的议题今天都有聊到 未来有很多合作的可能 好的 有关这次双城论坛的更多消息 以及台湾媒体今天还重点关注了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叶清林 清林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昨天是圆满结束了 上海代表团的自信 务实 亲和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谈性和坚持 都给台湾民众和媒体留下了一片叫好声 也给台湾社会带来一次新的思考 让民众再次感受到两岸血浓于水 和平最重要 其他各个县市也看到了在当前两岸僵局下 推动基层交流的一个新模式 只是台当局似乎还继续在装睡 今天旺报的一篇评论文章 认为蔡当局别漏接善意发球 用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来台湾第一站 就是和台湾学生打乒乓球来做比喻 这次上海代表团来台北参加双城论坛 就是一次善意的发球 可谓是寒冬送暖 但是冷暖自知 虽然上海台北双方处理得宜 但是蔡英文并没有接招 可惜了台湾民众可能要再苦一段日子 等因为两岸僵局持续而更加恶化了 人民生活陷入了绝境 等2018年底各县市选举的时候 蔡英文感受到选票的压力 可能才会有所松动 但是人民会不会给蔡英文那么多的时间 我是持保留意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前面我们看到的新闻 台湾首家专门做大陆游客生意的旅行社 无预警的倒闭 就是一个例子 这件事情今天也占据了台湾媒体的重要版面 我们看到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 就是这个大警讯 新当局上任百日 连老字号都倒下了骨牌效应 恐怕会逐步的浮现 现在才减少15% 就开始倒闭了 如果未来是持续减少 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 台湾交通部门负责人贺承旦 对此的说法呢 是可以分流客源 改变原来环岛八天的行程来应对 可是业者直接就呛回去说 人少了 还怎么分流 根据旺报的报道呢 台湾的和旅游相关的餐厅 旅馆 洗衣店 购物店的等等的业者呢 已经开始串联了 打算要在9月8号的时候 要走上街头 向当局的不作为发出怒吼 旺报的评论就认为 蔡英文对两岸关系束手无策 害台湾全民受苦 大陆游客锐减的穷台效应呢 是开始显现了 从虱目鱼七座到观光业的萧条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呢 等于是束手无策 维持现状这个说法呢 把自己逼到墙角 也让全民跟着受苦 上任不到半年 新当局的两岸政策呢 令对岸不满 也让台湾人民尝尽了苦果 但那张没有完成的答卷 蔡英文似乎仍然不打算 重新捡起来答 再来看看这两天 在台湾的上海市长代表 沙海林 她的一言一行 代表大陆官方的态度 可见大陆仍然是希望 跟台湾保持友好 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有九二共识 一切都可以谈 大陆方面并不希望 跟台湾断绝关系 更不愿见台湾人民离心离德 只要台湾保持原有的承诺 两岸关系完全可以回到从前 观光业跟渔民之外 类似的状况会越来越多 等到新当局扛不住民意的压力 所谓的维持现状 必然要改弦一辙 与其如此 不如早做应对 以免毁之晚一 好的 以上今天我对台湾媒体的一些观察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自强 好的 谢谢秦林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2016跨境电子商务交流会 24号在台北登场 台湾电商物流业者 请来大陆知名 跨境电商业者携聚一堂 要为台湾商品走进大陆市场 搭建起新的桥梁 凤梨酥 太阳饼 以及美容保养品等等 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流会的场外 这些深受大陆游客喜欢的台湾伴手礼 满满摆一桌 希望能够吸引大陆电商业者驻足 我想大陆的这一种在网购上 是比台湾进步非常多的 台湾还没有用的这么普遍 不管大陆的支付宝什么 我觉得它都是非常的纯熟跟方便的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透过 这样子的渠道 能够把我的产品传递给消费者 除了看准大陆电商的方便和进步外 这些台湾伴手礼业者 更有来自现实的压力 因为与去年同期相比 从今年五月以来 陆客团来台旅游人数 平均每月减少近四成 店家们苦不堪言 因为两岸关系 现在有点低潮 等于说我们陆客来台湾旅游人数 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未来在跨境电商上面 我觉得台湾厂商应该要把更多资源 放在这样的一个网络 台湾业者把跨境电商看成是自利救济的出路 而大陆电商业者看中了台湾商品的优点 以及台湾电商业者在产品营销上的优势 双方一拍即合当场签约 跟台湾合作伙伴的努力 就是让台湾的产品的品牌 知名度更好的在网络上曝光 更好的深入用户的人心 那透过网络上面的一些行销宣传 把台湾好东西让大陆民众能够更加知道 联安业者联手布局大陆一年上万亿的网购市场 他们表示 未来将充分整合商品通路和物流 更好的营销台湾商品 帮他们留住大陆客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也感谢玉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缅甸气象河水文局当地实践的8月24号宣布 缅甸中部地区待当地时间的17点04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8点34分 发生了6.8级地震 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缅甸气象河水文局说 地震阵中位于缅甸第二大城市 曼德勒市地震监测站西南197.9公里处 震源深度为84.1公里 首都内比都 曼德勒省 阳光省等多地均有震感 缅甸邻国 孟加拉国全境 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等地 也有震感 在曼德勒省旅游圣地普甘 有部分古迹佛塔在地震中受损 普甘素有万塔之城的美誉 当地在大约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分布着2000到3000座佛塔及寺庙 是与柬埔寨的吴哥窟 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相媲美的 亚洲三大佛教遗址之一 在这次地震中 普甘有将近100座佛塔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普甘的古迹在历史上 也曾遭到过地震的损毁 其中在1975年7月的地震中 普甘一半以上的佛塔都严重受损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意大利中部地区在当地时间的 8月24号发生的6.0级地震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59人遇难 数百人受伤 数千人无家可归 其中有三个城镇受灾最为严重 意大利总理伦奇当天表示 未来几天的首要任务 就是拯救每一个地震幸存者 他还表示 将于当天晚些时候访问地震灾区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此次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城镇为 列地省的阿玛特里切 阿库莫利和佩鲁甲省的诺尔恰 包括拉齐奥 温布里亚和阿布鲁佐大区在内的 意大利中部大部分地区有震感 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 纳布勒斯甚至也有震感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携带救援装备 进入主要受灾地区 与当地民众一道展开救援行动 预计随着救援人员 渗入偏远地区 伤亡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据目击者描述 在一些地方地震后的景象 就像淡丁笔下的地狱 意大利民防部门说 此次地震强度堪比2009年发生的 拉奎拉地震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 拉奎拉地震造成300多人死亡 据报道在阿玛特里切市 交通和宫殿已经中断 仍有居民被埋在废墟下 当地部分山体发生滑坡 桥梁也有垮塌的危险 当地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不少伤者只能在医院门口的 马路上接受救治 重伤者则被转移到 其他地区的医院接受救治 阿玛特里切常住人口并不多 但是此时正值夏季 有不少人前来这里度假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4号凌晨3点36分 震中位于佩鲁甲省诺尔恰 震源深度为4.2公里 由于是浅层地震 因此造成的伤亡 估计会比较大 日本防卫大臣 稻田彭美24号表示 所证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 自卫队将于今日起 开始新任务训练 训练内容将涵盖 集体自卫权部分 与美军共同训练 也将事实展开 日本防卫大臣 稻田彭美24号表示 日本自卫队将于即日起 就新安保法任务展开训练 日本政府去年9月 公布新安保法 自今年3月29号起 正式实施的这部法令 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扩大了自卫队 活动范围和任务内容 日本防卫省 目前尚未公布 训练的具体内容 据日本媒体推测 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部分 预计将进行 自卫队防护 美国军舰的任务训练 携带武器 营救联合国人员 给予他国军队进行 宿营地共同防卫 也在新任务之列 共同社分析称 新训练将扩充 日本自卫队 对处于战斗状态的 他国军队后方支援 而自卫队本身 介入国际纷争的程度 也将有所提高 应涉嫌违反宪法 新安保法在日本国内 遭到包括政治家 学者市民的 持续强烈反对 不少观点认为 新安保法的实施 增大了自卫队 在海外活动的风险 日本进一步 介入国际纷争 将领日本国家安全 前景堪忧 位于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的阿富汗 美国大学 24号发生爆炸 并传出枪声 袭击造成一名血生身亡 近20人受伤 阿富汗安全部队 消息人士称 爆炸发生在 当晚19点05分左右 至少三名武装分子 参与了袭击 武装分子 先在阿富汗美国大学外围 制造自杀式 汽车炸弹袭击 随后向学校保安 和学生射击 并与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交货 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此前有报道称 袭击造成 学校内一名保安死亡 不过初步调查显示 死者是一名学生 另有包括一名摄影记者 在内的近20人受伤 此外仍有至少数十名 尸生被困在校园内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 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阿富汗美国大学于2006年创立 在校生超过了1000人 学校位于喀布尔西南的 达尔阿曼路 这条路通往议会大楼 土耳其极以美国为首的 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 24号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城镇 吉拉普鲁斯发起了联合军事行动 以清理该地区的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当天在首都安卡拉称 此次代号为右发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 从当地时间24号凌晨4点开始 土耳其炮兵部队在两个小时内 向伊斯兰国的63个目标 实施多次炮击 随后土耳其军队和联盟部队 出动战机实施空中打击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是土耳其自去年11月 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后 首次出动F16战机 对叙利亚北部实施空中打击行动 此外土耳其军方包括多辆坦克在内的部队 24号上午越过土墟边境 已经进入吉拉布卢斯 此次军事行动之前数小时 土耳其边境城镇卡尔卡莫斯 多次遭受来自叙利亚境内的炮火袭击 当地居民被迫疏散 德国警方在当地时间的8月24号表示 一列火车当天在一处平交道口 撞上了一辆大巴 导致10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德国夏萨克森州 奥斯纳布旅客室警方 24号在声明中说 当天在奥斯纳布旅客室附近的城镇 梅勒 一辆大巴车的司机 在靠近一个平交道口处停车 让车内的乘客上下车 但是车辆的后半部分 仍然停留在铁轨上 此时一列货运列车开过来 撞在了大巴上 包括火车司机和大巴司机在内 共有10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其余8人仅受轻伤 事故发生时 大巴上共载有大约15人 我们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显然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连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感谢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又到了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带您继续看新闻 中国有句老话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有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尼 众多的海岛及宽广的海洋 是不少印尼人赖以生存的地方 所以保护好海洋生态 对他们而言 真的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记者日前在印尼采访时 就参与了一项很有意义的 珊瑚采种活动 您也许要问了 珊瑚也能种植吗 而为什么要种珊瑚呢 马上带您来了解 和我们一起出海的船工 不知何时换上了潜水装备 一脸轻松的跃身下海 传说中的珊瑚采种的第一道程序 就这样开始了 鱼迷们水性超凡 潜入水下不一会儿 就成功踩下几桌珊瑚 由于珊瑚对周围环境较敏感 滴开海水二十分钟左右 就会死亡 所以踩下的珊瑚要立即 放入成有海水的容器里 暂时保存 之后才能展开下一步的工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移植珊瑚的过程中 首先要十分小心 不能伤害到珊瑚本体 否则会影响它的成活率 其次就是要速度快 避免珊瑚离开水面的时间过长 当珊瑚全都在养殖架上 被固定好后 就要把它们整体沉入进海底 而这还不是结束 由于珊瑚生长周期缓慢 一年只能长大约一厘米 所以要等这些移植的珊瑚 生长茁壮后 再把它们移到更深处的海床上 珊瑚的移植过程如此繁琐 为何还要对它们进行人工种植呢 于民解答了我们的疑惑 我们是第一个问题是遇到了是因为有人踩这个山 contohnya dari bom ikan 第二是因为这个渔村 他们抓雨是用炸饭的 因此我们开始改善了海洋 尤其是在 Tanjung Lesung 在印度尔西亚的国际 因为这些渔村 让它们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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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近海架了一座座简易鱼排 每天上午下网傍晚收网 这样一来就可以抛弃 他们原先用水泡炸鱼 这种破坏生态的捕鱼方法了 这些跟大海生活了一辈子的渔民 正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这片养育了 他们足足备备的蔚蓝海洋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感线 更多资讯 您还可不关注海峡新感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紫桥 明天见